今天再一次借共修的姻缘 给大家来洗讲地藏菩萨本愿景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首先在这个地方 先给大家先说清楚的一件事 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人 地藏菩萨本愿景 它里面有一桩事情 为我们启示 地藏菩萨 在这一部经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学佛的人 首先一定要做什么呢 要发一个愿 为什么要发愿呢 因为愿能够导致我们去修行 有修行你才会有成就 导致我们 能让我们不懈怀 精进 用功 奋斗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景所看到的 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 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 才能够导致我们去修行 你今天 想要签进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不修行行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修行之前呢 地藏菩萨教我们发什么愿呢 发什么愿呢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教我们发忏悔的心 发一个忏悔的心 那为什么要发忏悔的心 要发忏悔的心呢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警惕我们 提醒我们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要觉悟啊 你要觉悟 你要警惕自己 因为我们是凡夫啊 在这个五着恶是着恶的众生 着恶的时代 再加上我们的业障深重 你不参为是不行的 所以这种的愿力的忏悔心 这种的忏悔心 我们念佛法们称为什么 称为这菩提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的 每一天 无论你在哪里 你不断地都在忏悔 不断地都在忏悔这个心态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部经 又为我们启示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地学习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 最主要性的对于我们学佛的人 特别对于我们念佛的人 有什么样大的帮助呢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像我自己本身 每天做回向的时候 都是有这种的心 不断地去忏悔 不断地去忏悔心 用这种的心来提醒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做错 从我的身口一上一夜 我没有去犯过事 我有没有犯一些的 不该犯的错误 像我每天晚上在想 我为什么要到这个时代呢 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纪来呢 死方诸佛国土 这么多的国土 我为什么不去 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我们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来 五亮节以来 生生世世 都在这个六道轮回流浪 我为什么无法脱离这个世界 你能够去反省 你能够去忏悔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因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受的果报 我们现在在这个身体 在这个生活里面都是果报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你能够用这种的忏悔 用这种的忏悔的心态 不断地去反省自己 不断地警惕自己 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我告诉你们 你念佛一定成就的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地藏王菩萨在这一步经 教我们学佛的人 你要发几个愿 这个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样讲清清楚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发一个愿 从今天不断地要发愿 每天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都是跟你自己生活有关系的 跟你生活有关系是什么 你哪一个地方最大的弱点 你从这边下属 你发这个愿 你将来会进步很快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学佛最大的原因 在这一步经里面 为我们做了一个提示 提示 那三十四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地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地藏菩萨的名号啊 是以德而所建立的 德就是功德的德 是以德而所建立的 以立身而所立明的 因为这个前面 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让大家一个明白 十方诸佛菩萨都是如此的 稳殊斯立菩萨 观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以德而建立的 以立身而立明的 立身就是立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的名号 跟我们反复是不一样的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李三 为什么不念张家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 因为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们 修清静心 因为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能够帮助我们 离苦得了 超越六道路 了生死出三界 他有这个能力吗 有 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以德立明德 因为他以立身而所建立的 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所修学的功德 都是在这句迷号 迷号 就是在这个迷阿弥陀佛的名号上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那地藏王菩萨也是如此 五量节以来所修学的功德 通通都在这句名号上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念他的名号的时候 念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你就能够获得五量五量的功德 就是这个年龄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明白就清楚 菩萨的立明 他不是一般的 他不是普通 都是以众生为中心 都是以利益众生为标准 这个是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解释说明的 就是这一部经的经体 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 上一次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地藏这两个字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再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停止了两个星期 怕大家忘记了 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人有一个习性 容易健忘 今天讲到这边来 等一下五分钟就变出去了 是不是啊 刚才师父 师父辛辛苦苦把这个道理讲 讲得很清楚 看起来好像很听清楚 过了五分钟 又没有了 忘记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总结 地是代表大地的意思 大地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一切万物都是从大地而生的 这个先做一个总结 下面再来给大家说明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地区 如果没有粮食 我们怎么活呢 你说呢 我们能不能活 没有粮食 我们怎么活 所以我们一切众生 没有大地是不行的 一切众生都是仰赖这个大地 没有这个大地 我们众生是无法生存的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喻什么呢 比喻说地藏王菩萨 他那个心愿啊 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超越六道轮违 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永远得乐 而成佛道呢 发无量无边的这个身 来化度一切众生 来发这个心 来发这个愿 所以地藏菩萨 《百愿经》里面 我们在第二篇能够看得到 地藏王菩萨就是这样的 化无量无边的身份 化无量无边的分身 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地下有宝藏 这个宝藏太多了 有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的宝藏 是无法为大家计算的 所以代表什么 含藏之意 那这个藏是代表什么 代表功德 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是无穷无尽的功德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像大地一样 有无尽无穷的宝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这两个字 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的 刚才第一章的 十论经 十论经里面 好 你看 地藏这两个字 在地藏十论经里面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代表什么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虽密 犹如密藏 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重要的 说明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说明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心 他的愿力 对于众生的关怀 就像什么 像大地仰来的豁道 他的心地 是寒藏了 无穷无尽的功德保障 因此 称为地藏菩萨 在这个地方 叫我们修行什么 地藏王菩萨 叫我们怎么修呢 叫我们你的心地 要像大地一样那么厚道 你看 上一次不是做了一个比喻了吗 比喻什么 你看大地 你怎么样对待他 他对我们有没有排斥 从来没有排斥 不但对我们没有排斥 所攻击给我们的 都是最好的 你看我们众生 所吃下去的 到我们肚子里面的 所采用的 在地球里面 都是最好的 排出去的是什么呢 排出去是最肮脏的 大地有没有排斥我们 他说不可以 有没有 大地有没有跟你说不可以 没有啊 大地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不但没有排斥我们 帮助我们回收 又帮助我们消化 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我们今天 在这个生活里面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遇到让我们很烦恼 让我们很痛苦 让我们很压力 让我们也很忧虑 你要想一想大地那样 人家怎么批评我们 侮辱我们 毁谈我们 生气来伤害我们 你赶快想一想 大地那样的厚道 不但他们要排斥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说回收 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换句话说 你能够把这些 逆境当中 回收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这样的精神 我们值不值得来学习 要学习这种精神 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的业障太多了 障碍太多了 我们的喜气太重了 我们的烦恼太重了 你没有用这种的精神 来帮助我们 你怎么能够化除我们的烦恼呢 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用这种的慈悲 用这种愿力 你怎么能够帮助 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呢 我们学佛的人很多 在这个地方 都是忽略而不知道 今天你能够学习 这一位菩萨的精神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 学习这一菩萨的精神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这个名号 是通号的 一切菩萨 一切众生 只要具备地藏菩萨 这一种的愿力 都可以称为地藏王菩萨 所以佛导在这一部经 第二品 就是分身集会品 看到了那么多的地藏菩萨 无量无边 不可失忆 这些菩萨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力 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意识 所以在第二品里面 有一段经文很精彩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地藏菩萨说什么呢 我说分身 变满百千万亿 恒合杀世界 每一世界百千万亿生 每一世界 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 你看那个菩萨的精神 不可失忆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每一生度 能够万亿人 能够化度万亿生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 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众生的 以为众生的标准 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的愿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你用这种的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相信万修万能取得 我相信我们学一同修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你要学习地藏菩萨那种精神 那种愿力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为了什么 我将来要去利益众生的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为了什么 我将来要去成佛的 这个就是你的精神 这个就是你的地藏菩萨的精神 孝敬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们要学习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地藏菩萨 地藏这两个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菩萨这两个字 这个菩萨呢很多人 在这个道场里面 比如说我们学会啊 有时候称为老菩萨 那边老菩萨 这个老菩萨 无论是男女老少 有时候称为他老菩萨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菩萨的范围是什么 我也搞不懂 菩萨的做的事业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啊 你问他 你不相信你问过你周围的人 反正 观神菩萨 我拜他 观念佛萨保佑 看到大师是菩萨 大师是菩萨 拜你保佑 看到那个地藏王菩萨 你拜他 碎碎平安 年年如意 你问他菩萨是什么意思 他根本一窍不通 他都不知道 那菩萨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菩萨他的权名 大家都知道 就是菩提萨托 这个是一个佛教的宿意 那菩萨呢 他是一股印度化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 什么意思呢 过去我们中国啊 喜欢啊 简单恶药 所以把这个菩提萨托啊 简称为叫做菩萨 那菩萨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那个寻忠大师的翻译 行众大师啊 把这个菩萨翻译成为什么 绝有情 就是说立有情 立意的有情的众生 就是说 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 所以简单来讲 菩萨也是众生之一啊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是人 他不是神仙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神仙来看待 他也是人 但是虽然他也是人 他也是众生之一 但是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菩萨他在觉悟的那一案 我们呢 凡夫呢 都在迷惑的这一案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那今天你是不是菩萨 你敢不敢承担 敢不敢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菩萨真的是人 他不是神仙 对于一切人事物啊 他已经很清楚 透彻了解 明白了 对于夜阴果报 他也是很清楚 对于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他也是很清楚 但是还没真正的透彻了解